昨天确认的本土病例有28806位 比起上一周的周一 减少了10.2% 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死亡的个案是有53位 那境外移入的病例有41位 绝大部分的这个病例本土都是毕业点误所造成的 反而现在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说 一些新兴的变异株在国外演变的一些状况 那特别值得大家关注的是 这个BF.7这个新兴的变异株 那这个目前在比如说中国或者是在欧美等地 都有开始慢慢在增加的一个趋势 它也比较具有这个免疫逃脱 或者是传播力增加的这些优势 那国际上目前比较关注的几个新兴的变异株 首先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个BF.7 它其实是BF.5的一个分支 那它其实在国内已经有减出过4例的境外移入的病例 那另外2个这个 比较这个也值得国际关注的一个是BQ.1.1 这个变异株 这也是BF.5的一个次分型 不次分支 那我们目前是总共减出到2例 那还有一个是在东南亚特别目前是在新加坡 已经超过一半的这个病例 都是这一个变异株造成的XBB 这一个变异株 那我们目前到现在是有减出1例 那这些新兴的变异株的特点大概就是要注意 这三个方向 一个就是说 首先呢 它是都有这个传播力增加的一个情形 那跟它的这个产生的一些突变会造成 比如说免疫逃脱 或者是对这个疫苗的保护效果会下降 可能都有一些关系 所以第二个要主则关注 就是它免疫脱逃的一些特性 另外第三个就是说呢 它在这个我们使用的一些单株抗体 看起来可能都有一些 这个预防效果会下降的情形 因为我们现在最新的这个次世代疫苗 就是针对 Omicron的病毒株所设计的 所以预期对于这一些新兴的Omicron 我们的变异株呢 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交叉保护效果 这些事情我从头到尾都有参与到 那而且是非常深入的参与 我想我还记得很清楚在1月27号的时候 那石崇良市长接到 指挥官的命令说 要准备这个检疫的空间 那时候主要是因为有班机要从 这个武汉过来 需要一个检疫的空间 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没有特别看到其他国家有 这样的做法 我想这是我们台湾比较特殊的检疫的这个 模式 也就是集中检疫所 那他主要特色就是说一人一室 那里面有胃郁 那么有医护在 来处理这个医疗或者健康照顾相关的事 另外还有这个保就是有警察在维持这个事序 那么后来我想这个样的idea是引伸到所谓的旅馆 因为不是防疫旅馆这边都有参考 集中检疫所的指引 那时候订定出来的规格跟指引 那只是做一些变化 武汉包机回来的时候 本来我们要收到阳明山检疫所 那因为这个 这个台北市政府提前把这个消息公布了 所以引起了当地居民很严重抗议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收过去 后来我们收到 乌来林口还有台中的这个西屯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发明 应该是说落实执行 我想这样的说法是会比较好一点